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次的排放 第二次的排放时间是10月5号 这次排出的总量是7800吨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年3月底之前 将分四次排放 这四次排放的总量是多少呢 是总共30座你可以想象的核废水的主存槽 所以它的量非常大 在这么大的一个量里头 韩国相当多的人 对于韩国政府 尤其是韩国总统尹錫悦 过度因为美日韩联盟 对这些事情轻忽表达强烈的不满 而日本渔民也有抗争 所以东京电力公司对日本的渔民 提供了相关的补偿 那我刚刚特别提到 由于它的总量是等于30座的核废水的主存槽 所以辐射的阴影恐怕不容易退去 分四个阶段 福岛第一核电厂首批7800吨的核废水排海作业 已于9月10日结束 第二波将自10月5日开始 排放量与第一次相同约7800吨 排放的时间持续17天 不只韩国 中国 日本境内的抗议声 仍未终止 海洋科学家也保留支持的态度 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波排放核污处理水 韩国政府采取赞同的态度 但在野党坚定反对 为了平息争议 韩国政府宣布将再派专家小组 前往国际水域 进行核废水排放一个月后的影响调查 这是韩国首次在国际水域 不属于韩国管辖的公海 进行辐射调查 考察队将于10月1日至4日进行考察 并将分析结果 在韩国海洋及渔业部的 每日简报中公开 一个月来 核废水引起韩国鱼饭的担忧 他们表示 顾客才从新冠疫情减缓后 慢慢回流 核废水的排放又增加了 生物的不确定性 为排除疑虑 韩国不断地进行探查 韩国原子能安全技术院的三名专家 才在9月19至23日 二次报访福岛 韩国的专家团对首轮排海结束后 核电站设施内的中央监控室 和排海管驻海口等主要设备状态进行了检查 还确认了东电将在第二轮排海工作启动之前 对上游水槽进行采样和分析 并且对排海管驻海口 及其三公里范围内的海域进行采样 Data showed that tritium levels remain below the standard set by TEPCO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was 10 becquels per liter detected near the discharge port on the 31st of last month However this is far below 700 becquels per liter within 3 kilometers of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which TEPCO has set as the standard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表示 核出水稀释到每公升含川量低于1500倍克 这个浓度标准低于日本国家标准 和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含川的上限标准 但对过去造假记录多次的东京电力公司 其排放核废水的科学报告 造成邻国的不幸证 中国政府不但宣布全面暂停从日本进口水产品 竟是更表态正在开展对海洋辐射环境的检测 而现在连俄罗斯也考虑和中国一起 禁止进口日本海鲜 光中国就占日本出口水产品的四成 2022年中国从日本进口的水产品 金额达1600亿至1700亿日元 而去年向俄罗斯供出口190顿 仅占其海鲜出口总额的0.03% 不过这也凸显了 对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争议仍在扩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其官员 大弹海鲜的保证安全 并为减缓中国政府的抨击 及韩国环保团体的抗议声浪 冬天预定在2023年 2024年3月底前 共分四次排放福岛的核污处理水 其总量相当约30座核废水储存潮 高达31200吨 有关辐射污染海洋的阴影 恐怕很难消去 随着奈民在现在达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的高峰 一坡坡的奈民继叙利亚之后 来自于非洲 特别是北非 特别是利比亚等地的奈民 渡过了地中海来到了意大利 欧盟在分配下的奈民 名额的时刻 我们上礼拜做了一个报道 最难想象的拒绝的有法国 最近很难以想象 因为法国是欧盟的大国 通常他会拒绝奈民直接收容 但是如果是欧盟配给的奈民 他们是会接受的 这次法国拒绝了 为什么 因为法国的极右派 马亦勒奔的权力 正因为反移民大幅增加 更令人惊讶的是德国 德国也直接的拒绝 我不再接受任何难民 哪怕是欧盟配给的难民 这代表什么 当一坡坡的难民 他们过去一整年里头 有将近2500人 至少死在海里当中 没有人的心是痛的 没有人心是惭愧的 因为利比亚战争里头 法国跟意大利都参与了这场战争 推翻了原来的独裁政权 然后创造了当地将近1000个民兵组织 让那个国家变成比独裁 还要可怕的恐怖统治 而且是无政府统治 互相残杀的状态 他们没有责任吗 当然有责任 在殖民主义的时代 他们是掠夺者 在阿拉伯之春的时代 他们本身是把那些国家 处于更糟糕状况的国家 只为了当地滴流的石油 然后难民增加了 然后他们说 你们的难民导致了 我们极右派的崛起 这些总统叫做 是一个曾经把人道哲学 挂在嘴边的人 这些人曾经是消资 是称为在德国叫做 社会主义联盟 应该是比较人道组织的 可是政治的现实是 德国的另类选择党 势力大幅增加 很可能在即将的选举里头 成为德国的第二政党 在政治残酷的现实 人类本性里头 对于自我保护 而且缺缺人道精神的情况之下 这几个大国 这几个曾经举起不爱旗帜的大国 现在都对难民说no 而且对欧盟接收的难民的分配额 说no 教宗来到了法国的马赛 马赛呢 其实有很多难民居在那里 马赛过去也有相当多的 从摩洛哥来的一些移民 这里反而是一个 比较欢迎那名的地方 其实真正保守的是 当地的天主教徒 跟最保守的一些基督教徒 教宗对他们喊话 希望他们发挥 一个天主 孩子应该有的爱的精神 9月22日 蔚蓝海岸 天凉好个秋 这是六月份 才动完大手术的教宗 术后首次出访 他选择了马赛 而且强调 是马赛而不是法国 为什么是马赛 选择马赛是为了 远眺地中海 和地中海上 那座他没有明说的小岛 2013年7月 他获选为教宗之后 首次离开罗马的访问 就是兰沛杜萨岛 还不需要轮椅的教宗 亲自沉船 向地中海投放一束鲜花 纪念所有溺水的亡魂 十年后 意大利是反移民的 极端右翼政府执政 教宗选择了马赛 眺望地中海 并且没有再提到 兰沛杜萨岛 教宗的室内演说 同样以地中海全团为背景 面对着台下的马克宏夫妇 和法国各级官员 很难不联想 这是对几天前 法国内政部长发言的回应 但对移民关上大门的 何止只有梵国和意大利 截至2023年8月底 已经有13万移民 试图从意大利海岸 入境欧洲 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当两周之前 兰沛杜萨岛在三天之内 涌入了8000移民时 德国在第一时间 宣布暂停接收 任何来自意大利 寻求庇护的申请 德国同样面对 越来越大的移民压力 今年已经有超过20万人 在德国申请庇护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7% 德国9月27日星期三宣布 对德国与波兰边境 进行临时抽查 并且将在不同的边境售口之间 交替进行 以遏制移民的涌入 10月8日 巴伐利亚邦和黑森邦 将要举行地方选举 总理萧姿的盛民党支持率 只剩下17% 落后于越升为 民调第二高的 极右派另类选择党 迫使萧姿在移民问题上 表现得更加强硬 试图抢救选情 萧姿直接向波兰的极右派政府 要求对于最近有关波兰领事馆官员 在非洲和亚洲发放大量签证 允许进入欧盟以换取贿赂的指控提出说明 而波兰也将于10月15日举行国会改选 边境管制同样成为特别敏感的议题 上一次天主教教宗到马赛访问 是500年前了 500年后的方济各 是第一位非欧洲人 原籍意大利的阿根廷人 方济各是一位移民教宗 教宗让马赛万人空向 让马赛人暂时忘记了 这里也是最贫穷 和犯罪率最高的城市 始终坚持 以非亚特500代步的方济各 是一位朴素清明的教宗 但是他所传达的人逆即逆的人道责任 是连传统拥抱教会的极右派 都毫不掩饰地拒绝买单 人道危机不抵选情压力 道德良心无助于经济衰退 地中海不再包容开场 深耕空间围起了铜墙铁壁 兰培杜萨岛成了禁语 教宗也无能为力 目前空前的移民 或是我们称之为叫 无证移民 或是美国人所说的非法移民 其实跟你的立场有关 那这些人呢 就是被迫离开家园的人 也空前的从美墨边境 给美国很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呢 也成为拜登要连任的压力 在反移民里头 永远都是右派的机制 所以当然是属于川普 可以得胜的机会 美国的德州州长说 来看看我们这里 我们所面临的情境 比你纽约糟太多了 你现在知道辛苦 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痛苦在什么地方 还记得我们所有的人 对纽约的记忆叫做自由女神 那也是美国的象征 事实上自由女神 只是一个雕像 她的精神并不见得 一直存在在美国 当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它需要移民的时候 自由女神是它的象征 当美国觉得它自己脆弱 美国人自己都没有足够的工作 美国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 自由女神只是一个黯淡的雕像 这明天 border towns across america being pushed to the limit again nearly 9000 migrants were apprehended at the border in one single day that's the highest number since may down the border in texas new drone video showing a crush of migrants crossing the rio grande river into eagle pass where today officials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nd hundreds more are coming migrants today on top of this freight train riding for miles to see that what is just across the border from el paso braving the danger just one day after mexican authorities temporarily suspended train operations after several migrant deaths 他们拼了命 挤上了列车 因为他们以为列车的终点 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自由 其实不然 tensions high across the country police pinning protesters down in new york city arresting 10 people on staten island many outraged over the influx of migrants into the city and as long as you continue to grant them free stuff you're never going to stop the crisis at the border because of the city's long-standing policy requiring a place to stay for anyone who asks for it 只要庇护全法 还没有修改的一天 纽约就必须 接纳无证移民 于是连在曼哈顿中城 因新冠疫情 关闭的罗斯福酒店 也成了人道主义 应急响应 和救急中心 即使如此 空房仍一味难求 饭店里里外外 都被无证移民挤满 纽约市长亚当斯说 移民危机的额外开支 可能造成纽约未来 三个财政年度 损失120亿美元 officials frustrated demanding action in Washington This isn't a political situation this is not a left or right issue this is an immigration system that has failed As a county we are not resourced to handle this many people you know coming in The growing migrant crisis here in New York City may put new pressure on President Joe Biden's re-election bid The migrant issue it has hit home in New York and cities all over the nation First and foremost a nation without borders is not a nation and we have to secure the southern borde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know how to do it and we will do it again Defund sanctuary cities you see what's happening in Philadelphia right now it's gotta stop Militarize the southern border stop funding sanctuary cities and end foreign aid to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to end the incentives to come across Donald Trump failed on this as well he said he was going to build a wall across the whole border he built 52 miles of wallets that Mexico would pay for it guess what I think if Mexico knew that he was only going to build 52 miles they might have paid for the 52 miles And on another hot button issue immigration the numbers show only 23% of Americans approve of the president's handling of that situation all of this is leading to a dismal approval rating for the president now 19 points underwater Biden 终于有反应了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now sending 800 military personnel to the border to help process the arrivals Biden administration easing the process for some migrants to get work permits extending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to more than 470,000 Venezuelans arriving in the country before July 31st allowing them to legally work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the people in our care all of them number one thing they want to do is work they all have a loved one and we have jobs we have 10,000 homemade jobs in this state alone we have 30,000 hospitality jobs 5,000 agricultural jobs upstate there's a lot of jobs that can be filled in New York state alone let alone across the country 然而 华尔街日报提出 TPS 可能无法成为 纽约所希望的 领丹妙药 因为联邦数据显示 尽管委内瑞拉人 是占纽约无证移民的 最大比例 但是在纽约收容的 6万名移民中 只有约4分之一 是委内瑞拉人 而其他人 还有漫长的审核要走 but the reality on the ground is it might be too little too late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since spring of 2022 as your guest just mentioned they've seen 113,000 migrants come through this city I spent time in their hospital system last week this is inundating them this is overwhelming them and it's getting to a point where New Yorkers see it in their everyday I saw children there coming through the trash trying to get bottles that they could sell for money because they're so desperate for a way to support themselves so I think it's something to watch here how New York handles this how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ndles what New York is doing whether or not they take leadership and how the sentiment on migrants might be changing even among some progressives or people who maybe previously were sympathetic or apathetic toward migrants how bringing this number of migrants into American cities might change the way some people view 这场危机 是拜登的无望之灾吗 不全然是 纽约时报说 不像前总统川普 粗暴而直接地说 会不惜一切代价 挡下非法入境的大空车 拜登一方面 给中南美洲移民 莫名的希望 但是实际上 美国申请预约的APP 永远连不上 是拜登的态度 让人们怀抱了 不切实际的希望 驱使着人们 俯老稀幼 不顾安危 冒死进入这个 被称作地狱的 达连爱口 穿越极凶的大河 他们千辛万苦地 来到美国 以为川普走了 换上拜登 就能一元美国梦 事实是依据 纽约时报提出的数据 自申请系统六月开放以来 四万名申请人中 仅三千六百名移民 获得进入美国的机会 成千上万人 都被困在了墨西哥 恶臭危险的 临时帐篷营地 也正因为如此 美南边境一度沉寂的 移民大军 才又突然暴增 哪怕是辗转来到纽约的人 谁又不是伤痕累累 这种国家的体制是为一%的人而服务的 贫富差距的意识 对于富人的仇恨 慢慢变成了美国很多人共同的情绪 而这个共同的情绪 现在转化成一种 在政治社会学里头叫做Mob Rule 就是暴民政治 他们正发起一个运动叫Zero Dollar Shopping 就是零元商店运动 什么叫零元商店运动呢 就去抢劫 你不用付钱 所以最近在Philadelphia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抢劫事件 就一百多名的人就蒙面 进来抢商店 从苹果的旗舰店 旁边Target的几家百货公司 全部都抢 抢完了以后 还网路直播 为什么 因为他们我觉得 他们完成的是一种社会正义 在过去这段时间 Philadelphia不是唯一 现在还是比较小的城市 最严重的是出现在San Francisco 纽约市 还有西雅图 站的全美国的三分之一 因为这些地方都是高科技 或是华尔街的地方 是属于最仇富贫富差距 最严重的城市 而根据Target的计算 整体来讲 他们过去这段时间里头 被这样的一个运动 骚扰的情形 他们宣布财务损失非常严重 要关闭九间的店面 而Alan Musk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移民 他说这一类型的人 他们所有的人的出现 代表的是什么 是美国处于衰退的后期 是这种无法无天的抢劫场面 这表示美国的体制已经失赢了 我们来看这个抢劫的现场画面 三个小时 tonight the philadelphia police department is scouring social media videos like these searching for suspects after a night of looting by criminals who police say took advantage of peaceful protests there was a burger they looted the store at lulu lennon a coordinated caravan of vehicles going from store to store looting businesses in multiple neighborhoods over an eight hour period police say the crime spree was coordinated over social media a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an earlier peaceful protest seed here by demonstrators angry over a judge's dismissal e earlier in the day of murder charges against a police officer police saying they used those peaceful protests as cover to commit crimes the police officer sono an so an took an an en im 10拨款的法案 避免政府关门 而这17票不会只是共和党的席次 77票不会是民主党的席次 也就是说在参议院 这是通过的 避免全世界最重要的联邦政府关门 尤其是在现在经济衰退的时刻 美国以前曾经关门过 以前关门的十几点 也曾经在Clinton政府时代就开始了 那是两党恶斗 可是当时的经济是相当好的 可是现在的经济状况 还关门 它当然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参议院通过了一个零时法案 而赞成的人高达77票 反对的只有19票 所以它不完全是两党恶斗 真正的问题是到了众议院 美国的众议院是每两年改选一次 它的整个选区非常的小 所以就有利于极右派的人在里头可以当选 而参议院它本身的选区比较大 所以很极右派的人能够当选的几率就比较少 到了美国的参议院的时候 从参议院的时候 你可能把案是可以考虑美国的未来 它是可以过的 可是送到众议院的时刻 按照美国的宪法是两个月通通都要通过的 这个时刻到了众议院就会遇到的困难 我们现在报道的时间简单是美国开始投票 而这开始投票是参议院也要通过 众议院也要通过 路透车的看法是铁定关门 美国政府10月1号势必关门 因为美国现在在众议院以后的极右派所站的势力 它可以用少数就推翻掉了整个案件 为什么 因为整个众议院院长麦哈西是被他们挟持的 他失去了他们 他就不会拥有他的议长的一个职位 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关门 而这次我们所看到的 现在正在表决的所有的过程 参议院两个月都失败 或是参议院再过了 而众议院再失败的话 高盛认为美国政府关门的可能性90% 会持续二到三周 那美国总GDP有四分之一的支出 会受到影响 那就会冲击美国的经济 美国财政部长Jan Yellen说 政府停摆危险 而且没有必要 将引起经济的不利因素 而高盛的说法是 如果折合年成长率 对美国GDP的增长率 就减少了0.2% 美国中政府看来是躲不过部分关门的命运 在2023财政年度最后一天 9月30号前 参众两院还是无法就 2024财政年度的全横性运算达成共识 中央政府部分机关 10月1号开始将没有钱开门 为民服务 Congress' inability to get anything done which is what the greatest frustration of all of us hav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 alike Hampshire's governor is saying what many people are feeling partisan paralysis and interparty battles within the GOP are making progress on even stopgap spending bills nearly impossible 参院好不容易伸出一个或两党支持的临时拨款法案 也就是持续决议案 这个法案的预算将能维持中央政府运作到11月17号 并拨出约60亿美元资助乌克兰 和另一笔60亿美元用在美国灾难远柱上 为争取众院共和党的支持 还加入边境管制预算 以暂时避免政府运作停摆 同时争取时间协商2024财政年度的预算 但众院共和党依旧反对参院版的临时拨款法案 众院议长麦卡锡也提出自家版本 强化边境管制 刷减政府支出达三成 可维持政府运作到10月底的短期预算案 法案9月29号在众院强行闯关失败 就连共和党自家人也不支持 许多共和党集右派议员压根反对所有应急 避免政府停摆的临时法案 美国中央政府和国会怎么又上演功多大戏 大家首先要了解 维持美国中央政府运转的预算是怎么来的 预算没有通过又会有什么影响 首先, Congress needs to pass 12 appropriation bills annually to give government agencies a budget for the coming fiscal year if some of those bills pass but others don't by the deadline, the government enters a partial shutdown if all 12 appropriations bills aren't passed the country goes into a full shutdown and with any shutdown, expect disruptions well, if you're one of the millions of employees furloughed in a shutdown from civilian defense staffers to medical researchers you won't be paid and you won't be working after September 30th employees deemed essential won't be paid either but they'll still have to work like service members, border patrol agents and TSA screeners they'll get back pay eventually among the many services at risk food and water safety inspections services at national parks disaster funding for places like Hawaii and Florida passport processing we can expect airport delays with many unpaid TSA screeners likely to be absent 其实为避免政府再临关门危机 拜登政府和中院议长麦卡锡 6月达成共识通过财政责任法案 暂时解除债务上限的限制 直到2025年1月1号 并限制政府2024财政年度预算 在1.59兆美元之内 但中院共和党20多位 极右派议员 并不满意这个财政责任法案 希望删减更多预算 宁愿中央政府关门 也要坚持达成他们的目标 but now as we approach the shutdown one of the parties, House Republicans is demanding to renegotiate it's not all House Republicans just a small group who are blocking Congress from doing any business until their demands are met on major immigration reforms severe cuts to government programs and less aid for Ukraine as it defends itself against Russia none of those positions have broad support in Congress so why can't House Speaker Kevin McCarthy just ignore this tiny fringe? in short, he wants to save his job flashback to January when it took 15 votes and 5 days just for Republicans to pick a leader McCarthy won the vote by conceding power to members of the far-right Freedom Caucus but fast forward to today and without some of those rebels he doesn't have enough Republican votes to keep the government run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ve warned him his job of Speaker is done if he cuts a deal with Democrats this is a small group of the右派眾院共和党议员 要求2024财政年度预算法案 不得再新增任何原污款项 还要包括限制移民入美的措施 像是重启建造美墨边境墙 提高庇护申请的限制等 而且他们为达成目的 已到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端出删减国防部长 奥斯丁免薪的预算案 从23万5600美元减到1美元 但像这样噱头十足的预算案 百民不会在民主党控制的参院通过 援助乌克兰更是在风口浪尖 成为这些共和党议员 用来攻击拜登政府的武器 公和党看准 越来越多美国民众反对拜登政府 大手笔原污 专挑原污预算抨击 质疑原污款项去向不明 美国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的调查报导节目 60分钟 9月24号播出的最新一集节目中 调查了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资金 到底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有网站的信息 各个美国的武器 你的艺术有关是 他们可以来自行 类似的 或者是 海马斯 看看在哪里 然后是 如果他们不相信 美国的负责 是计划的更多比赛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美国政府 对升能量执行 、白兰的股市場 及义户 预防商量 所有人们 一切会出现 个人们 有机会 並且 攻击 进入 西洋 中国人们 也在 他们说 政府 写 从 美国过去50年来 中央政府已经历21次停摆 这回共和党极右派议员 拿政府预算案打做文章 希望借此图现 拜登政府失职且无能 也显示美国的民主协商机制 已逐渐失灵 政府部分机关停摆 影响数百万民众的生活 且关门时间越长 拖累美国经济 伤害消费者信心的风险就越高 这次的关门闹剧 只会让美国民众 对国内政治更加失望 更加怀疑美国的政治体制 美国民众的参议员 她已经担任参议员的职务 长达40年 是台湾在整个美国 游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 梅兰迪兹呢 在这一次正式的被起诉 她涉嫌关说收费 包括现金 包括黄金 现金48万美元 放在她的口袋里头 黄金很多 而且还有一个敞篷的 宾室轿车 她是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那么这次她被查到的 不是跟台湾的关系 而是跟埃及的关系 她的太太还发简讯 告诉埃及说 你没有任何需要 就可以告诉我 然后所以她们得到了 很多各种不同的 出口到埃及 亲征认证的各种的方便 这对台湾来讲 是重大的损失 而她因此也辞掉了 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但是美国在参议院里头的 民主党有过半的参议员 要求她完全辞去参议员的职务 至今她还不肯 这些是美国联邦干员 2022年6月 突袭民主党纽泽西州参议员 梅南德资的家 和银行保险柜后 发现她收贿 勒索与诈欺 三项重罪的证据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 除了梅南德资以外 纽约州南区检察官 日前一并起诉了 她的妻子纳丁 以及三名纽泽西州商人 检察官指控 梅南德资利用她担任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职权 影响美国联邦政府 对埃及的援助 以及军售案 自1970年代晚期 埃及一直是美国外援金额 最高的国家之一 年度资助13亿美元 纽约时报报导 2017年 当美国因埃及人权记录不佳 略为削减金额之际 梅南德资开始协助埃及 游说华府释出资金 埃及则利用这笔钱 壮大自己的军火库 她还涉嫌对美国农业部施压 协助美籍埃及裔商人哈纳 获得埃及一项流水不少的合约 在印度泰基马哈林的浪漫求婚后 梅南德资和妻子2020年结婚 长达39页的起诉书指出 这次梅南德资涉及的不法行径 从2018年 也就是两人结尾连礼之前 就开始了 梅南德资的妻子同时被控 接受埃及裔商人哈纳 提供的仇用工作做领甘心 据称哈纳和埃及情报单位 果从盛密 哈纳曾在一则手机讯息中 指称梅南德资为我们的人马 报道指出 FBI正在调查 埃及的情报单位 是否试图透过梅南德资的妻子 来接近梅南德资 解诉书里有更多 关于梅南德资 突立埃及政府的指控 事实上 这是梅南德资 第二度因贪赌罪嫌 遭到起诉 这回69岁的梅南德资 依旧坚持 自己没有做错事 他解释 在他家发现的现金 是他30年来 从银行账户 提领出来的个人积蓄 是合法收入 并非贿赂所得 梅南德资是拉丁美洲一移民 他表示 是因为过去在古巴 曾遭遇全家资产被没收 因此习惯留现金在手边 以备紧急需求 但他并未解释 金条和冰石车的来源 起诉书中提及 某次梅南德资 自埃及返家后 上Google查询了 一公斤黄金值多少钱 9月27号 梅南德资和妻子被提审 在联邦法院的审讯中 两人都否认犯罪 建方宣布起诉梅南德资后 他辞去了参议院 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然而民主党内 逼退的声浪越来越大 已有超过半数的 参议院民主党团成员 呼吁他连参议员的职务 也一并辞掉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舒默表示 梅南德资的行为 让他感到不安 但他并未直接了当 呼吁梅南德资辞职 尤其选举将至 民主党人更在意 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梅南德资 梅南德资自2006年起 便担任参议员 身为古巴移民之子 他拜托平民区出身 一要进入华府的国会殿堂 甚至担任位高权重的 外交委员会主席 但二十多年来 钱与权始终环绕着他 也让联邦检察官 一直紧盯着他 在证实有罪之前 任何人都享有无罪推定 但就连梅南德资的 长期政治盟友 也不愿公开站在他身边 替他辩护 因为根据起诉书 梅南德资 收受贵重礼物 替埃及担任税客 对价关系 证据确凿